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连昌是禅的发源地 对吧 没错 禅是佛教的宗派之一 禅宗 是在日本连昌时代 从中国宋朝传过来的 因为武士十分重视禅的教义 所以在连昌有很多禅宗寺院 连昌是武士开创幕府的地方 比较大的禅宗寺院 不只是严苛的修行道场 也会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同时也是能跟来自中国的僧侣 及到中国留过学的和尚 学习当时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地方 好像大学一样啊 嗯 然后再有这些在连昌学习的僧侣们 将禅宗推广至全国各地 禅的教义或许也符合武士精神啊 没错 禅宗认为佛志在我心 十分重视借由做禅来面对自我 不被杂念所困 我可以理解建议直播的武士 为什么以禅为终之点 也有许多从禅宗发展而来的日本文化呢 是的 禅宗在日本独自发展出 禅宗 精进料理 和果子 工艺 庭圆等 很多代表日本文化的东西 都源自于禅 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是禅的教义之一哦 禅 禅 禅 好酷呢 参拜寺院时 请大家留意几项礼节和规矩 请大家保有祈求和佛教堂的想法 穿着请不要太暴露或太随便 在佛祖面前 请将帽子和太阳眼镜拿掉 参拜时请先静下心和掌鞠躬 请不要在室内大声喧哗 跑步 挡住通道 请不要乱猜庭院的花草 也不要再禁止拍照的地方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